一说起人类最好的伙伴 动物界里面排名第一的大家说是谁 狗狗 那么人和狗之间究竟能够默契到什么程度 能够共同完成怎样不可能的挑战呢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挑战者 就将用他的挑战告诉我们答案 掌声有请 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Jose Fuen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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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语说欢迎怎么说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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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西班牙语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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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叼的玫瑰是要干哪呢 这种花是 是一个很美的女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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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这个犬种叫什么 这只狗的品种 金牙 跟她主人在一起有多少年了 她有11岁的年纪 我从两个月 十年了 我要告诉大家 金牙犬属于智商非常高的一种犬种 她在犬界的智商排名 能够达到第四名 我们这样在现场啊 让这只狗狗在正式挑战之前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本事 好不好 上 到 去 主人告诉我们说 她的这只狗狗要做的第一个表演项目 是这只狗狗 不叫人生以来 叫狗生以来 第一次尝试一个项目 就是直立起来 绕着这个保龄球的这个瓶子 做八字绕形 而且中间前爪不着地 这个太厉害了 来 绕着 好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挑战项目 我们的挑战项目比刚才这个更具观赏性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挑战对于这个年龄的狗狗来讲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次尝试 接下来我们将在优美的音乐声中 共同来见证这对生活中的好搭档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挑战 好 欢迎 本次挑战是狗狗Carrie和主任 一起完成一段两分钟的拉丁舞蹈 考验的是人与狗的默契和协调程度 只有两者准确无误的配合 才能完成整支舞蹈 而且在整个舞蹈过程中 狗狗Carrie的前腿基本不落地 全依靠后腿支撑全身的力量 对于Carrie这样的大型犬来说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Carrie已经11岁了 相当于人类的77岁 这段舞蹈对于她的体能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挑战开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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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好聪明啊 我直接简单 因为它让我大开眼界 原来人跟狗的关系可以那么升华的 我的决定是能 从我内心来讲 我非常非常喜欢狗狗 而且它是这么这么特别的一条狗 但是我非常遗憾地说 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 更多的是似乎是一种表演 而没有太多挑战的难度 或者说一种高度在其中 我只能说生活是比这里要大得多的一个舞台 你们在那个舞台上 希望能够永远跳下去快乐的生活 谢谢你们 所以 抱歉 这个挑战项目不能 他不是个年轻的小狗了 是一条生命上已经走到很极点的 但是它给那些受伤的小孩子 给那些老人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在对人类的生命上 它已经挑战的极限 所以我今天投的是 Kerry Pena 他在笑着看到他在笑着 我们有请月色和Kerry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Kerry通过她的舞蹈 在带给人们无尽欢乐的同时 她又作为医疗犬 导盲犬 照顾和陪伴着病人 让他们拥有乐观的心态 Kerry做到了挑战不可能 让我们欢迎他们 进入荣誉殿堂 长安福特瑞界2.7TB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超强动力挑战不可能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界 独家冠名播出 激大脑力激发潜能 本节目由核桃主领导者 六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欢迎您打开手机百度客户端 搜索at挑战不可能 参与几个互动 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 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 此刻大家在场上 看到的是什么 会动的吗 你在生命当中 见过这样的挑战吧 没错 这是一个悄悄板 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悄悄板 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 那么这个悄悄板 究竟是要带给我们一个 怎样的不可能的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好娇臣 好娇臣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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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我觉得别说别的 就他开进来之后 直接倒着车 就刚才那把倒车 准确地停在我们的这个 悄悄板上就太帅了 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苏永 来自成都公交集团 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你好 您就公交车驾驶员多久了 有27年了 27年了 对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您要不然 给我们的三位评委 透露一下 这叫大巴车 与悄悄板 大巴车与悄悄板 大巴车悄悄板 对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大巴车与悄悄板 你是要平衡在当中 那就是个平衡台 那就不是悄悄板了 两头不能挪地 就是保持一定的时间 所以你要叫大巴车 跟悄悄板 两边不能着地就在那 对 今天公交车 跟悄悄板摆在一块 场面是很壮观 可是给我的感觉是不难的 尤其是一个 有27年经验的勇哥这样子 装不装人呢 我们不会往上装人 我们会把它装满人 我们会把它装满人 哦 装满 你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这个大巴车能装多少人 苏师傅 五十个人 五十二个人 我们把它装满 然后苏师傅 再来寻找平衡 您有信心能挑战成功吗 有信心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我们这趟奇妙的大巴车 悄悄板之旅 现场随机选取 五十二名观众 登上大巴车 在大巴车的两边 设置了两个灯柱 当翘翘板的任意一方 接触地面 红灯亮起 当翘翘板两边抬起 则黄灯亮起 三分钟内 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 能在翘翘板上保持平衡七秒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车的总质量 是15吨 再加上上面52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质量 它要控制速度 最难洗这个 根本我觉得 那个铁的悄悄板的平衡 其实是非常难寻找的 就光是一个人 在那上面来回地跑 找那个平衡点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一辆车加上人 我觉得很难去实现 这样的不可能的 一个挑战任务 加油 苏师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现在仍然还是红灯 好 不行 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 好 黄灯亮起 黄灯亮起 防灯亮起 防灯亮起 很遗憾 很遗憾 车自身重15.5吨 而随机选举的52名观众 假如每个人的体重 平均为60公斤 52人就将近3吨 车和人一共18.5吨 而且每个观众 高矮胖瘦都不一样 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 不确定性 车上观众 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 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 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 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 能挑战成功吗 好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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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很难很难他有一个第一个冲量 有一个人的手在那边那个那个最 他真的运作起来我才知道那个不可能 他只要把车子慢慢慢慢慢慢开到一个点他就会停住了这个不可能是很不可能的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油 加油 好 一 二 三 不着急还有机会 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咱们再尝试一把 好 一 二 再尝试一把 一 二 第一次挑战时间到很遗憾苏师傅的第一次挑战没能成功 这个三表这是个魔咒 休息一下您再找找感觉 我们所有的评委看了起先以为很容易 后来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是用手挡 不是自动拍的 而且他不清楚前面后面到底的重量分布怎么样 这是一个肌肤不可能的挑战 主要是他的一个中心点太不好找了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 来 来 苏师傅 最后一轮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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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续 加油 继续 开始 好 好 一 二 三 哇 能够再坚持那么一下下 好的 一 二 三 好 好 好 对 一 一 二 二 二 经历了一次失败 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 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 变得愈发艰难 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加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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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希望 不着急 再来第二次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应该每一次都在三秒 跟四秒之间 不着急 还有八十秒钟 还有机会 着急 相当着着急 如果这一分钟过不了的话 那就失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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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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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尽量 你就尽量 你就尽量吧 应该也就是这样收藏 是啊 不 已经很接近了 肖德 他没有放弃 这样的精神非常可贵 肖德 肖德 还有机会 加油 有感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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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分钟吧 终于挑战成功了 我心里很高兴 我觉得是这辈子最荣耀的事情 这样 您的项目挑战成功了 接下来 我在如意电堂等着您 祝您好运 好 谢谢 谢谢 二十七年您保持了一个安全行车的记录 没有任何的事故 没有任何事故 厉害 那你技术这么好 就是带了很多徒弟啊 没有带徒弟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嘛 开公交车很累 又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干了不多久 就到其他单位 开其他什么车了 在成都一共有多少公交车机 公交车有两万多年吧 两万多啊 对 那全国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十万 十万 上百万 上百万吧 所以你今天代表了上百万的公车司机 达成了一个挑战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我们实在很紧备您 所以我的答案是 三 谢谢主委老师 我只想说一点 我对你个人的二十七年的工作 兢兢业业 给所有的成都 每天乘坐公交车上班的这些市民们 真的是带去了方便 您在自己的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 在我看来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合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 不能 今天非常难得 经过多次的失败以后 你最后还是成功了 我的决定是 能 能 我们邀请苏世伯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苏勇用他高超的职业技能 打破了不可能的极限 二十七年如一日 平凡的工作 却赋予着不平凡的使命 欢迎他进入荣誉殿堂 瑞翼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七座SUV 长安福特追戒 独家冠名播出 激大脑力激发潜能 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 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 北京原部员 对本节目的录制 提供场地支持 欢迎登陆短视频社区美拍 百度贴吧 参与节目互动 登陆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网易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 中国人的一天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了解节目的最新同态 平凡生命 极致绽放 感谢收看我们的挑战不可能 下周再见